大家好 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 Sorawax 早盘的走势 原来这几天都是大跌 今天更是大跌 超过5% 大跌当然不是好事 看来之前讲的阻力 这个是我在上个视频 分析Sorawax的时候的阻力 也就是1块5毛3 5毛3,5毛半 它过不到 被挡回来了 现在呢 就刚刚好 在这个筹码红 这条线 也就是1块3毛6 刚刚好在这条线 1块3毛6 守住了 守住了 呃 这个一定要守住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下面 是空的 是没有筹码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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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另外一个 就是说 常常从底部上来 丁田 呃 的那个筹码红在哪里 呀 所以筹码红是在这边 也就是这个 意思是说 呃 这个如果得破的话 它就会 在这边守住 呀 这个是一点 不升好 呀 不升好 所以 下午的时候 一定不可以 跌破这个 1.36 1.35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那个 session volume 呀 其实 都 分析过了 啊 讲了很多次 股价在这些 蓝线红线 蓝线红线 下面呢 就不要吵着进去 是很危险的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呀 一直都是 你看的话 一直都是往下掉的 一直往下掉 呃 不是很好 呀 我们从来要等的 我们从来等的机会呢 就是要等到这些 刚刚好升上这个 红线的蓝线 啊 你看这些 升上去的时候 就算是一种比较强势的 啊 强势的 啊 你那时候就ok 那种跌破了之后 跌破 又跌破 又跌破 就 要冷冷吧 冷冷吧 要我们再看一下今天 这个是今天的 啊 今天 是怎么样 今天 早是说 一开盘就跌破了啊 然后 然后 就一直都是保持在 蓝线之下 跟那个 红线之下 啊 而且这边 这边时候是有人去 有人去Jet 呀 有人去Jet 呃 Jet就Jet低 这个呢 是 呃 十二点十五分到十二点半的 这个 啊 这个K线 你看它才是在下注的 一直说 今天呢 它还没有找到这个它的支撑 还没有止跌 呀 这是一个 非常弱势 啊 非常非常的弱势 如果你硬硬要找一个支撑的话 我觉得今天 啊 就是这个 快三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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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条红线 快1.36 快三千 呀 呃 应该要冷一冷吧 应该冷一冷吧 这个 短期是 比较弱势一点 呀 非常的弱势 嗯 呀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并不构成的买卖建议 呃 只是把它 当作一种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的一个视频 呀 OK 我的分析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